6种食物 排尿酸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针对痛风 除了正常的药物治疗之外 日常我们还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降尿酸 今天老安就给大家推荐几种被称为排尿酸高手的食物 1.西红柿 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 维生素 还有钾等等这些成分 每天坚持吃 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利于尿酸排除体外 2.芹菜 芹菜可以溶解体内更多的尿酸 而且芹菜属于良性的食物 有清热利尿的作用 3.木耳 木耳的瓢磷寒冷低 所含的胶脂有助于代谢肾结石等内原性的异物 同时还有丰富的甲元素可以促进尿酸排除 4.冬瓜和茄子 常吃冬瓜和茄子可以有效地排除体内的尿酸 另外冬瓜还有降压消肿的功效 5.牛奶 牛奶中的烙蛋白和乳清蛋白可以很好的促进尿酸的排除 6.水 经常饮水排尿量就会随之增加 尿酸不容易在体内行水结晶也会随着尿液排除体外 能够有效地预防痛风或者结石 另外想要降尿酸一定要避开以下的两个误区 5.不把高尿酸当回事 有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 短期内如果不加以控制 长期下去的话 尿酸会持续升高 会引起关节畸形 肾脏衰竭 后果不堪设想 5.自行吃药治疗 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病发症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最后老安提醒一句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尿酸偏高 也不要过度担心 您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调整饮食习惯 少吃海鲜 动物内脏等等瓢铃膏的食物 也可以让尿酸恢复到正常的指标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